钥匙放在哪里呢 找个地方 放在盒子里面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伟 起床了朋友们 我们今天呢 要准备收拾收拾 把被子卷卷 要离开这里了 离开这个房车了 本来因为特殊原因嘛 我们在这里住几天了 结果一住住了半个月了 今天真的要离开了 说到离开还真的 就很舍不得啊 因为毕竟住了这么久啊 对这个房车还是有感情了啊 特别里面也被我们布置的 就特别特别的温馨啊 然后就像家里面一样 真的就像自己家一样了 然后说到离开 还是有点那啥的 起床了吗燕子 起床了 我们把那个 今天呢把那个房车里面 好好的整理一下 打扫干净啊 把垃圾啊都清理干净 这边降温了 朋友们云南丽江 现在你看白天 都要穿那个羽绒服 不穿羽绒服冷啊 起来吧 火腿肠好不好吃啊 来 过来这里来 到这里 来啊 到这里来 呀 臭乎 来 过来 过来我看一下 那火腿肠好不好吃 来给我看一下 来过来先饱 谁给你的火腿肠啊 给我吃点 拿拿拿 小气鬼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布置的特别特别的温馨啊 现在说到走真的舍不得了 哎呀 走之前把这个富贵树枯叶子给它修一下 怎么没养的好啊 养了这么多天 不过这是高原的原因 知道呀 这么多枯叶子 给它剪了 都没生根了 嗯 小桌速度挺快的啊 你看床已经收好了 现在在收那个锅碗瓢盆 等会我也把帽子戴起来 干活要戴帽子安全一点 我家燕子呢 现在也在收了 这个房车我们来之前的话乱糟糟 里面是一片狼藉 现在被我们搞得你看多温馨啊 只要有人住就家的温暖 电风扇也拿走 我们房子床车里面要用的床车 也许是年轻 我们还能倔强 还是像个孩子一样 在这条路上 有很多感伤 在旅选择 在旅途上 迷失了方向 也许是回忆 好了 吃完了 现在我们打扫一下 这个油烟机不拆了就放在这里 装了没几天 本来想的多住几天的 然后我们临时决定要走了 我们就走了 然后这个呢 就还是放在这里啊 放在这上面 然后这个花瓶呢 也放在这里了 因为我们床车呢 也不好放啊 然后这个呢 也放在这里了 好了 好了 朋友们 卫生呢 已经打扫干净了啊 现在呢 我们开始要把那个拓展 把它收进去 把房车的地上的那个垃圾啊 把它剪一剪啊 搞搞干净 我们就离开了啊 好 开始干活 你的帽子 带什么点 我带红色的 对啊 你是领导嘛 他们说红色的是领导 黄色的是 是小 包工头 干活 干活积极一点 然后手脚快一点啊 就你在那摸疼摸疼 摸疼摸摸 摸不出来 不干了 不干了 给我结工资 我不干了 不干了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把这个拓展 把它收回去 因为我们来之前呢 这个拓展呢 是收进去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呢 我们走的时候呢 还是要把它恢复原样啊 开干 好了 妹妹啊 快了吧 快了快了 还有了 快了 好了 收进去了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拓展 收进来之后 你看这个过道 就特别窄了 好了 地上的垃圾 我们全部捡走啊 干干净净的 这里啊 走 现在我们车里乱糟糟的 等不下雨了 好好的收拾一下 现在乱糟糟的 先扔进去再说 这漏不漏垃圾啊 不漏 我们吃了好几个袋子 好了朋友们 现在我们房车已经收拾好了 恢复原样了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门把它锁起来 哎呀 哎呀 雨越下越大了 好 粘子大了 好 好 好 放一 好 好了 钥匙放在哪里呢 找个地方 放在盒子里面 放在盒子里面 就这样子 在这盒子里面 好了朋友们 我们现在呢 要正式离开这个房车了啊 瞬间心里有点舍不得啊 毕竟我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天啊 每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 真的 大家特别是几个朋友住在一起啊 啊 走了走了 也感谢大家这么多天 一直观看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 好了 拜拜了房车 再见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 出发 继续出发 啊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是人眼眶 永不看我 低着头 记在白昼 接受所有的 交付 像这风 拥抱太空 拥抱太空 勇敢的 向天走 明明的那道光 未略过黑暗 打不及绝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